天氣好熱 一到室內就得打開冷氣 民眾就怕沒有電力 隨著二十七號核三廠一號機 正式除疫 核能占比估降到百分之二點八 全台核電僅剩核三廠二號機 但也直到明年五月 就是要達成二零二五年非核家園 我想也持續來增加了 更多的再生能源的發展 希望能夠補足這樣的一個缺口 那我想這是大家全民的一個共識 的確為穩定供電 要由豐德三號機組補上 核三廠一號機缺口 但每度電成本三點七元 跟核電一點四元相比 成本要多增加一百八十億元 核三廠我們共同提案 來要把緩應爐從四十年延長到六十年 討論看看在丁時會要不要處理 意識形態治國真的是非常可怕 核下氣上牽動電價成本 在立委試算 核能成本每度一點一四元 用活力發電成本稍高 每度平均要三點三四元 等於要多花三百三十億元 若用再生能源每度平均五點二元 等於要多花費超過六百億元 一委認為台電明年電價恐怕 需要調漲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六 因為四月住宅電價才漲百分之三 核能為了邁上終點站 也牽動電價需不需要調漲 我們還是會依照相關的規定 把成本結構衝到省運委員那邊去 那由省運委員會去做決定 把球丟給電價省運委員會 民眾也得做好準備 明年恐怕要再面對電價再漲一波